動感音樂配上大大自協著 臺灣Police 臺中警方在靶場內 進行分解槍枝的測驗 不料這段影片被PO在抖音上 遭質疑有泄密的疑慮 還有一張張當事員警 穿著制服跟女友放閃的照片 高調行進引發討論 相關單位火速調查 據瞭解這名四十六歲的張姓 原警任職臺中和平分局 強知分解影片會在網路上 使他私下傳給越南警的匪姓女友 不料被女友PO在個人抖音 因此遭流傳 現今網路發達 許多年輕原警也愛玩IG Threats Tiktok 今年二月在臺中 也有一名女警將拔長影片 PO到自己的Tiktok上面 引發爭議 警方要求刪除 去年也有一名彰化原警 在他離職前疑似拍片惡稿 穿制服用胯下砸仙女棒 等等NG的行為 將影片PO上網惡稿 引發魚露畫欄 資深原警提醒 想分享警察工作日常 PO影片前最好 還是經過單位同意 以免觸發 三雄台中綜合報導